这个我们很难假设 除非你知道 真的有精神出轨 那至于说这个算不算道德呢 我倒是想起一句老话 普通话比较难讲 你想广东话我给你翻译 怎么讲呢 淫这个字 论心 论事 你广东话听得很好嘛 论心千古没完人 论心千古没完人 还有 还有下面一句 才让前面的更好 孝顺的孝 我们对父母亲的孝顺 孝字论心不论事 论事万年无孝子 我觉得很好 你没有叫我字论心不论事 论事万年无孝子 我举例 说你这个举例 就前两天我刚听到的 老夫老妻 八二多岁了 然后半夜 老夫上厕所摔在地上 没有办法 打电话向儿女求援 打儿子电话 儿子说 这个 说有点冷 说妈 你把被子拉下来 盖在他身上 这是第一 第二 给女儿打电话 女儿说 那我爸肯定很凉 把褥子拿出来 扑在身底下 天亮了 我们俩要过去 这就是他说的 心和事 对吧 有孝心吧 让大家都认为 这事太坏了 问题是 这俩子女都不在当地 不在这所城市里 他能做的就是这些 他没有办法 所以只好让老头 一直躺到天亮 他们天亮以后 才会有交通工具 才会往这边奔 所以 这个事就是 你说的嘛 只能是论心 不能论事 论事听着就很 很不人道 对 可是你现在在不人道 不孝道的这个情况下 只能采取这样一个 救急措施 所以呢 这个说 久病床前 无孝主啊 也不能完全认为 是一句贬义的话 他这个里边 也有很多 存在很多道 不得已 也不得已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做不到嘛 是啊 所以 但是你要说这个事 这个方舟刚才这个讲的 也让我敬畏天人了 你能讲吗 没有 我说假如你没结婚 就是假如你老公 跟一个就是纯洁无瑕的这么个女的 因为这个哥俩好啊 姐俩好啊 就过夜了 在他那过夜了 但没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觉得 当然是选择相信他了 没问题啊 在我这个地方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 就是有一些标准嘛 比如说这个老公给陌生女的拧瓶盖 这个你能不能接受 这个让这个别的女的做副驾驶 你能不能接受 单独吃饭 单独看电影 后发现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 到单独跟别的女的过夜 就是 但是反正不知道有没有吧 他跟你说没有 我觉得我也能接受 我真的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后来说 这个所谓的赢者论什么 不论什么 我后来发现我有一个 赢者论心 对 我有一个我不能接受的 就是说 他们甚至可能 这发生了一两次肉体关系 我也能接受 但有一个我不能接受 就是如果他跟别的女的开始说 跟我之间的事情 就他跟我不能聊的话题 或者把我们俩之间 很私密的事情 去跟另外一个人去分享 长篇的分享 这个图漏 这个倾诉 就这一点是我不能接受的 就是你把他 你就是说不能接受 他把仅仅属于 你们两个人世界的东西 对 或者是跟另外的女的 开始评论我 开始说我 说这个 在我面前不能说的话 要跟另外一个女的说 这个我会很受伤 那你在乎的还是精神 不不不 他这个事 他在年轻 不知道这事 就我 你待会再说 我还可以给你加一个例子 就你列举那一堆 还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 我发现有的女孩 还真有意思 他不能接受的什么 比如说 一群男男女女聊天 要是说起了一个什么梗 我的老公 或者我的男朋友 和另一个女的 俩人同时会心一笑 就显然这个段子 只有他们俩知道 只有他们俩会心一笑 这我都不行 这我也会有点难受 这个笔可能不小心睡了一觉 还让我觉得难受 你讲你的 对对 这种事我碰到过过去的人多了 我这个岁数大了 见人多 原来有这样的 就是我有那朋友里 带着老婆出门 会让 就聊天的时候 会让一桌子人都比较紧张 为什么呢 他每说一句话 都会看他老婆一眼 他跟你聊着 他就看 他永远看他老婆的反应 那是长期管教的结果 这种人很多 这种在社会上 这种人并不少 而且呢 每说一句话都说 是吧 他老是要取得他老婆的一个认可 天哪 我跟鲁玉经常就这样 我以为他太难对付了 然后刚才我接着他那个话题说 他说他能容忍 有一两次这种肉体出轨 然后不能容忍把夫妻之间的私密泄露给对方 我告诉你啊 如果他肉体上出轨了 你最大的好处是他避而不谈 就没有谈过 就不谈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从语言的这种私密度上讲 一个男人 我们先站在男人的角度说 他跟情人说的话 我说的情人是指夫妻以外的带有肉体关系 这个前置说清楚 说的话比对老婆要更加私密 这是社会学决定的 好的男人能做到 就是回避家里的这个一切 不谈 不好的会把大量的私密泄露给对方 因为他会以此 为什么这样叫做 获得他的好 为什么 因为你说假如好的人 那就不谈家里 在情人面前 不好的就讲出去 对 我说的不好是人格不好的 就是他会把 因为他跟老婆之间的事 泄露给情人 那情人就会知道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要好于你老婆 你肯定不敢把我们俩的事 跟你老婆说 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而且这个还会暗中比较 假如他跟情人说 老婆的好了 因为我觉得说 那就是变态啊 我觉得 对对对 老婆讲 您的研究社会心理学 绝不听错 老儿又没事 白老婆的好 跟情人说 他就是 正是研究社会心理学 还有搞过临床辅导 现在太多个 还有个实践经验 当然那个马爷 见多虚广 不是 我说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马爷刚说 太太在外面等 女的很不爽 找你 半天三点找你 没有 白天 白天 怪天离家了 那重点是说 那个男的呢 他做了什么 事情做了什么 避免瓜田离赛的嫌疑 还有事后做了什么呢 比方说 这是台湾作家李敖 给我举的例子 因为他说 比方说我现在 你把钱借给我 还你钱 你还你钱啊 方舟 两万块 你当然就说 好啊 就拿着 我说不行不行 你要点算 你说不好意思嘛 好像不信任 他说嘉辉 那你呢 就把他两万块 在他面前点 我要点给你 你看 我要取信于人 我不能挤杂色说 你相信我就行 不行 我要 要界限 明确点 我数给你 方舟两万块 你收好 我不用你签字 你收好 所以就这样聊 我记得以前 我带一个小女朋友 去他家 聊完天呢 什么 那联络 有个事情之后 要文件 要寄给我什么 然后我那个朋友 女性朋友就说 把电话给聊 聊不要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跟嘉辉联络就好了 他是先做了一步 因为担心 一楼了一个女性的电话 在他那边 就会有嫌疑 所以我说 不仅是看那个伴侣 怎么样 不仅是看他老公或老婆 都看另外一半 被嫌疑的人 到底事前事后 有没有做什么 那个财人也影响了 倒过来影响老公 说老婆相信不相信 方正不是说 一两次肉体关系没关系 好吧 五次呢 二十次呢 有关系的吧 当你的假奴隶 可能没关系吧 对啊 你觉得没关系吗 如果 如果你的老公肉身体出轨 你觉得这没关系吗 喝醉了 或者是干嘛 他跟我坦白了 我觉得 我觉得 祈求原谅 对 表示忏悔 对 你觉得可以接受的 那是不是这是等价的呢 是不是要是你喝醉了 发生了一个 对 这其实就 我觉得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就说这个爱啊 它就是不平等 有些人他的这个规则 他会怎么讲 他会更严一些 有的规则是会宽一些 比如说像我 我像我这个 这个 比如说我的精神需求 不是这个男朋友能满足的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比如说 他不懂文学 他不懂这个画画 我必须跟其他男生去看 交流 然后聊文学 他后来也就逐渐 他接受了这一点 他就开始很痛苦 他说 为什么我不能满足 你全部的这个精神需求呢 你为什么还要去找别人 聊这样的事情 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他所有事情都能跟我聊 但我不是所有的 我的生活都可以分享给他 那我就是觉得那好 那我就尊重你 我每次都告诉你 或者我每次叫上你一起 即使你觉得又很尴尬 我叫上你一起 就我觉得爱就是 它意味着尊重 还有妥协 就是不管是严的规则 像宽的规则妥协 还是宽的规则 像严的规则妥协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 是大家不会尊重 就我妈跟我说 为什么这个恋爱很痛苦 就是她说 因为爱一个人 就意味着把伤害自己的权力 全部交给对方 但很多人 他一得到这个权力之后 他就开始可劲伤害 他觉得他好有这个权力 我开始可劲伤害 但如果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原则 不一定是对等的 但是你要尊重彼此的原则 你妥协和牺牲 而且呢 就说这事吧 人是活的 你知道 我老觉得 你知道 就是所以我老跟他们讲 就是他们就说 这个人的这个恋爱观 或者是什么观 我就是说 我觉得我也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就说 我在这个地藏经里边 看到一个话挺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佛 在这个讲经的时候 佛的母亲很慈悲 就是说那地藏仆 老在地狱里待着 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的 这个众生这么痛苦 就为什么他们老下地狱呢 他讲一个词 我这别说没看着过 这地藏仆仆说 说这个这个难言福提众生 就是你们这个地球 但这意思就是 咱们这个世界的人 有个特点 叫性实无定 就是你的性质 你的认识 你老在变 你明白吗 你比如说 是你要跟他谈文学 按说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是设定好 程序的机器人 你跟马爷谈文学 谈着热闹了 谈出点是别的什么来 而且文学的最高境界 往往都往深了走 对文学最高境界 那你谈谈谈谈 你们谈得入了相 而且几谈精品没 对 这实际上确实 就把一个无未知的 交给了你们 你觉得方舟 你觉得你真能把得住吗 老谈文学谈谈 我谈文学我把持 因为我一般都是跟马爷这么大岁数的谈文学 严连科之类的 对 所以把持得住 杀香味更大 你要是跟着嘉辉这帅大叔就不行了 就不行 我就不懂文学 对 刚才嘉辉讲那个 他有一个问题 你想就是我钱给你的时候 我当你面数一下取信于你 但是男女之间的这个东西是没法当中数的 我没法交给你 就我今天跟你说了一番话 你怎么能百分之百知道不是一万块钱不少一张的问题 我跟你说的这句话能有90% 就是一万块钱给你9000块钱已经算多的了 就在语言当中啊 所以你怎么取信于别人呢 很难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度 就是我觉得真是就 方舟格局大 对 格局大 他有这个大度 就是他刚才说的一两次出轨 这个现象呢 他说他可以容忍 他为什么能容忍呢 是因为今天这个现象 不能算一个极普遍的现象 但是也是一个很多的现象了 这个不是一个很少的现象 他讲的是 第一是精神需求 精神需求 我最初原来还有一个理论 叫钥匙和锁的理论 就任何一个钥匙和一把锁 你能打开 就是你插进去以后 你所有的尺的部分 你弹起来的地方 那个弹子进去 你凹槽的地方弹子出来 你才能把它拧开吧 问题是男女之间并不是一把钥匙和一把锁的关系 是若干把钥匙跟一把锁的关系 虽然有的人是万能钥匙 多个钥匙 你看那个 你注意看那个开锁的人 他就是啪拿出一片 啪啪啪一个组合一桶 他让他给你打开 对 我们生活中就这样 他可能我们假设我们三个人的身份不一样 我把我搁到这个最容易理解的 我是一厨师 他也愿意跟我聊 比如他喜欢美食 我跟他聊厨师 你是一文学男青年 我给你搁高点 就聊小资 他有精神需求 他愿意跟你聊 那么这个嘉辉可能是一个老司机 老司机 老司机 聊开车的事 对 所以这三个人跟他聊天 他是精神最为愉悦的 最为愉悦的 对吧 都是我的男宠 对 我的天哪 就是他需要这种多把齿孔 这个钥匙的这种齿孔 把你给去打开 对 我们人是打开以后是最舒服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打开心扉了吗 对 你才能把这个锁发打开 这个才有功能 但是大部分人呢 都保持在我们后来社会设计的 就是比如我们的婚姻状况 是一把钥匙和一个锁 他都打不开 你单看这钥匙没有问题 也有很多齿 你单看这锁也没有问题 但你得打不开 他一点都打不开 这个还可以打另外的比喻 因为在中国世纪 他们大家男女都普遍相信 你的情人 这个积极 这是男人来的 你的那个生活的伴侣 这是你的太太 然后你的床上的伴侣 是分开的 三种功能 三种 这是中世纪的欧洲吧 然后呢 之后呢 你想一下 去期待你的伴侣 一个人能够完成 而且完美的完成 这三种功能 那你必须和其幸运 非常要 你要非常幸运的 像我没记错的话 前中书写围城 匪页上面写的 献给我的洋将 他是我的 他也举了三个身份 什么 我的妻子 我的爱人 什么妹妹 什么女儿 什么全是 不是不是 他是我的妻子 我的爱人 情人 然后我的好像学问的同伴 前中书和其聪明 他意思是说 我很幸运 我刚好洋将碰到这个 能够三个都跟我那么 大家互相 等于是说 其他人不一定有这么幸运 好了 那这样就可以打个比喻了 因为刚马爷讲到婚姻啊 什么 只规定一把手一把钥匙 有个 那个2006年啊 诺贝尔文学讲的 帕木科 他新手说里面 五把页 我看完之后 只记得一句 那句是说 什么 爱情是一种病 比方说我们喉咙发言 婚姻是治疗这个病的药 那 重点在于说 我们病好了之后 你一辈子还要吃这种药 他说 不荒谬吗 你 喉咙发言 我给你吃那个抗生素 一个礼拜 好了吧 问题婚姻就是说 你要一辈子 吃这个药 吃下去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里面 一定有一些 不对 不对劲的地方 婚姻是治疗爱情的药 你 那个病好了 你居然要一辈子 吃这个药 所以这样 大家基本上是一个 精神病 就是说实在的 就是说咱们 很多时候都受了 这个词语的骗 你比如说我们都在讲 爱情 可是实际上 大家每个人对爱情的定义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要照我在周围观察来看 这种对于这个配偶的这种信任 不信任 其实你知道有一种是什么呢 过去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爱情是自私的 他指的实际是某一种爱情 你知道 比如说 多年的夫妻 相濡以沫 白头偕老 这种夫妻 不是说不爱 不是说左手摸右手 其实是深深相爱的 但是这种夫妻 什么说太太跟别的男的 出去做了个什么事 或者是 哪怕是旅游了一圈 都完全信任 你知道他们的那种感情 是更醇厚的 或者有更多的共同生活的这种信任 他就在那 往往这种容易搞到这种生死决裂的这种感情 有点像热恋 你看就有的时候 就是一段时间两个人热恋的时候 干柴烈火的那个时候 他表现出来的实际是有点精神病学的状态 我认为那是一个人不正常的时候 就是说 从快乐的角度而言 那些个就说那些个发光的日子 就很多人讲过 就我热恋的那个时候 初恋 刚刚爱上 那就是像日子最像发光的 但是呢 突然要堕在地狱里 就是互相间呢 极其强烈的占有欲 就是完全就是说 你跟别的男的说句话 你看一眼 我都吃醋 很多诗人就这么描写吗 就但是那个 我觉得往往是那种 最热烈的爱的那个时候的状态 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强烈的 那个在人生谁的一辈子 也不能老那样好 那其实不是爱 那就是一种高峰体验 对啊 那是一种高峰体验 你说是高峰体验 但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 巅峰 巅峰体验 就是我们其实 我有的时候还在想说 确实是像文涛老师说 这个我们谈到爱的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我们也不能假设每个人都有爱情的需求 可能好多人他没有爱情的需求 他这个高峰体验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 比如事业上我又挣了100万 我又挣了一个亿 他可能这个爱情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这个爱情啊 婚姻的这个说法也不适用于他 我就为什么讲 我说从古代到现在啊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你看这个当年讲的这个男女瘦手不亲啊 今天看起来是很腐朽的东西 但是呢 维护当时的那个制度啊 他是有他对人性的考虑 你比如说你看孔老父子为什么讲 就认识到人是一种性时无定的这么一种动物 所以他说最根本的就是不见可遇啊 你看孔子讲 不见到可以引起你欲望的对象 这是最好了 对吧 你否则你见到你就面临你得挣扎一下 对不对 那所以但是你知道 我就觉得在现代的这个科技啊 包括这个社交媒体的出现啊 你发现没有对人性啊 提出了最大最大的这个考验 你觉得就是说过去你比如说像我们父母辈的啊 你婚姻质量婚姻生活质量好坏 咱另说着 但是在很大一个原因是 他很大程度上没有那么多的诱惑 今天的这个微信呢 这个东西啊 你想你比如有人说你你跟谁发晚安呢 你你这太多了 而且就太容易了 你知道吗 就是包括这个男女一起工作呀 一起到外地工作呀 你说这种东西 我总觉得人性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能插一句 因为你刚说发微信跟谁晚安 我家最近装了一个装置 我老婆真的厉害 那个大屏幕在客厅的电视屏幕啊 连接我手机的 所以我发每一个微信 大屏幕 大屏幕的显示 我老婆看到 我女儿看到 我飞庸也看到 他说一件好像比较安全 所以我跟你的种种的对话 我老婆都知道 连路无极长 他说文涛说什么 怎么接不说话 那我以后知道该跟你聊什么了 他社会身份很多 所以可能这个会非常容易受到各种诱惑 各种各样的混淆 对 我就觉得这个现在给 就是这个事啊 特别难弄 就是说这个事情 就等于说 我们现在等于社会的主流道德 主流力量 还是要维护一夫一妻制的稳定 衍生出来的种种道德 对吧 但是问题在于呢 这个各种条件提供的这个诱惑呀 就是动摇你稳定的力量 又很大 那么该何以自处呢 你比如说 那天我听马爷给人讲瓜田里下的典故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瓜田里下什么意思 就是避嫌疑 对 马爷你可以解释解释 瓜田是指瓜田不纳履 就是你在瓜田的地方 不要蹲下来系鞋带 因为你有可能摘人家一个瓜 里子树下呢不正惯 你帽子歪了就歪了 咱那出去再说 在树底下你一动手就有嫌疑 有摘性 摘里子的嫌疑 对 所以我说啊 这个事啊 他是这个两方面 你一方面来说 你像方舟这样的 你要这个宽容 要理解或者要信任 这是这方面 但是呢 另一方面的这个人呢 他要不要有一点瓜田里下 就你比如说 我记得上次这个徐总老师就讲 避嫌 比如说这个大学的教授 他徐老师讲香港大学 他说他要找女学生谈话呀 门必须开着 办公室的门都得开着 那你说并不是我就喜欢关上 但是因为我相信我心里没事 但是这算是一种人的修养吗 这是一个修养 还有一个你相信你没事 不代表对方这么想 而且对方如果想出 你这个就是他要想的歪了 你关上门就给他一个提示嘛 对 那他冲过来了 给他机会 如果冲过来呢 这时候你你正在一推人门打开 教导主任进来了 这时候你说不清楚 因为天下有说不清楚的事 我有时候看一些人拍的那种 就是很搞笑的小视频 比如我看了一个小视频啊 小视频呢就说这女的吧 睡觉了睡不着 睡不着呢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有铁路 他就老投诉 然后那物业的人说这这没有啊 他说你躺床就有了 他说他一躺床 正好他丈夫回来了 这事就说不清楚了 就变成永远说不清楚的事 你知道世界上的事 我老说一句话 就叫历史没有真相 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事不能说清楚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画界限 界限在哪呢 你比如夫妻之间 那当然朋友之间更得有这条界限 就是你的私人工具 现在手机都可以算一个私人器官 我不能让你看 你也不要去看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闹崩了 就夫妻之间本来过得挺好的 就是因为看一个手机 没错 看一个手机 看了一个这个话 上面写亲爱的 一下就提了 你跟谁亲爱的 让人半天 结果就是一淘宝网上卖东西的 就他说不清楚 因为有的话呢 你如果你前后都不在的话 这两句话你确实说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条界限 就是如果你想很稳定的维护夫妻之间 老说没有秘密 当然像加菲这样的 这个大部分人做不到 人也没那么好的 我也被扑 放在大屏幕上 放在大屏幕上 翻过案 还有这种事呢 是人家给你发过来的 他是单方的 单方的你可能没去回应 或者有时候你会顺势回应 你比如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我顺势回应不代表我有什么想法 而代表我对对方的一个尊重 任何人都有表达感情的一个权利 那么你漠视他 或者你批判他 我觉得都不对 漠视首先不对 你没有人情 批判他你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对吧 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会应付的说一些 今天天气挺好之类的话 就把这个事划过去了 但是单纯的看这一段 你说不清楚 你说不清楚前因后果 而且你去跟谁解释 不要说你跟别人解释 跟老婆解释 你跟你自己都解释不清楚 有时候几次想留条后路 不批判他 好 说得好 对对 就留条后路 没说 真的有的时候 你看我当年有个女朋友 我还吃过她的醋 我就发现最烦人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啊 没头没尾的 你听不懂 你真像马爷说的 亲爱的 你怎么着呢 吃了为什么 这我倒不怀疑 我就有一次偶然 看见他的手机 你知道 他一难的就发一个 我想这三个字 最烦人你知道吗 就叫干嘛呢 干嘛呢 一个问号 你怎么烦子了 你知道吗 你就这里边这前台词 好 你说在这干嘛呢 半夜里干嘛呢 干嘛呢 对 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那干嘛呢 他平时问你干嘛呢 这个刚才我 但你要解释 他也很容易解释 你这句话提示了我一个 你也有类似的 不是 很重要的话界限 刚才我所说的 不看别人手机 就包括不撇看 明白吗 你那手机我在这 比如你们夫妻俩躺在床上 你眼睛一撇 就进了这三字 干嘛呢 你就崩溃了 就连撇都不要去撇他 因为你撇 就会撇出一些 断章取义的东西 那天我一哥们 在香港跟女朋友吵架 你知道吧 我后来一问为什么 就他这女朋友在铜锣湾 铜锣湾有一种手机的膜 他这女朋友 他这女朋友说我要买这个膜 是旁边人看不着的 就只能正面看 还有这个 但是你看连这个他都不行 他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膜呢 你防着谁看呢 你干嘛 他说防着别人看呢 他说那意思我也挑不着是吧 这玩意也有嫌疑啊 我之前跟我之前男朋友吵架 就是因为我会做自己的照片的那种表情包嘛 就是挺可爱的 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跟人聊天 我就会发给男生什么 他看了就很生气 他说我释放错误信号 然后我就吵一架 这也没办法 就各种各样的事都可以吵起来 那问题最后怎么解决呢 要吵一架可以理解啊 他吃素嘛 有时候他不一定不相信你 表达吃素的感觉 吃素之后可能感情不好 那后来怎么 到底是他被你说服了 还是你以后听他的呢 就哄啊 就还是靠我哄啊 还是哄 但是 男生都是哄好的 就算你哄好了 你也被伤害过一次 这种伤害的叠加 你肯定都倒不了100次 你就崩行了 对不对 这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呢 最好就是不去试图去看 眼不见回镜 就没有断这想法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 因为我认识很多 就是有知性的 不论男人女人 他都说我从来不去看 我老婆或者丈夫的手机 但是他不是内心这么想的 他有时候会撇 那真是忍不住的 一撇就来了 干嘛呢 亲爱的这种 就很麻烦 就是我知道我身边 这挂天了一下呀 多少事啊 我跟你说 这个手机啊 真的是个万恶之源 这个手机这件事情 充分说明了 每个人呢 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 你知道吗 即便就是 好多事就是 这个手机 几乎是必有问题 你明白吗 就是 当然我说这必有问题 不是说他真的出轨了 而是说 有的时候 这个夫妻之间 要真看了对方的手机啊 能看见很多 你不了解的 你以为这个 朝夕相处的 这个人的很多秘密 不竟然是这种男女暧昧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 太可怕了 而且他一定会留下痕迹 你哪怕把 聊天记录都删了 你老婆看你朋友圈说 为什么点开这个女生 所有的照片 不用加载 他就直接显示出来 就说明你都点开看过了 就是你知道 他一定会这个留下痕迹 他的技术比较熟 我这还没那么熟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他不仅是监控 你点赞过谁 你跟谁是网络朋友 还看到你的朋友 有什么样的朋友 也会质问 你怎么 怎么会交接我们朋友 我前一天还听说 我有一个哥们 北京的 他就说 他说你知道 就是说人世间 最地狱一样的吵架 是怎么样的吵架吗 就是说他跟这个女朋友 就撕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偶然看了一个微信 最后那两人当然就互审了 最后就互审 就把手机都解开 然后 你给我看 我给你看 我的天 他说他们一直熬到凌晨6点 你知道吗 就是他说这是地狱一样的一夜 就是 你要解释 一会儿看见 我觉得这是人性的考验 那个男的为什么跟你说那个 哎这女的 然后我看你呢 那个女的为什么跟你说这个 好家伙 我一想我就觉得太折磨了